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世界不会归向魔鬼 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如果总是将注意力 集中在与财富相反的画面上 你将会很难对拥有财富这件事 保持真实而且清楚的愿景 就算你过去在财务上曾经遭遇困难 都不要再谈论它 也从此不要再去想那些事 不要去谈论自己的父母亲有多贫穷 也不要谈论自己早年遭遇的生活困境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在心里将自己归类为穷人 而这样做将会令到那些 正朝着你靠近的好事停下脚步 所以请将一切与贫穷有关的事物 都抛在怒后 现在你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中 有一个这么正确的理论 而且也将获得快乐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理论之上 这样再去了解其他观念有冲突的理论 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不要去阅读那些告诉你世界末日就要来到的书籍 不要去阅读那些专门棋人倉疤的人写的作品 也不要去阅读那些畅然这个世界将归向魔鬼的悲观哲学家们所写的著作 这个世界不会归向魔鬼 这个世界必归向神 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没错 世上是有很多无法尽于人意的东西存在 但是那些东西最后都必然消逝 而如果我们是专注于研究它们 这个时候反而会拖慢它们消逝的速度 让它们继续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如果了解了这个道理 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去研究那些东西? 如果我们只需要专注于让自身不断成长 就可以加速那些东西的淘汰 那为什么还要将时间和注意力 放在那些最后必会被淘汰的东西上呢? 或者有些国家或者地区 目前的状况真的很可怕 但是如果总是想着那些状况 只是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而且摧毁属于自己的机会 我们都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 如何让整个世界变得富有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正朝着 越来越富有的方向前进 而不是朝着越来越贫穷的方向倒退 同时我们都要奴记住 如果想为让世界变得更富有这件事 贡献一己之力 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创造 而不是竞争的方式让自己自负 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如何自负之上 而没有专注在贫穷之上 在想到或者讲到贫穷人的时候 请将他们视为正逐渐变得富有的人 将他们视为即将接受喝彩 而不是需要他人联敏的人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将可以感受到那个心灵上的激励力量 而且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 这里所提出的 人应该将所有的时间与心思都放在寻求财富上的观念 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利欲分心或小器的人 成为真正富有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所可以追求最崇高的目标 因为这个目标包含了其他所有的一切 如果在竞争世界寻求支付 这样的人将会是透过竞逐控制他人的权力来支付 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创造性的思维的时候 你一切都会全然改变 在寻求财富的过程当中 随着可供运用的物品的增加 各种伟大的崇高的善行也会随之而生 我再重复一次 世界上没有比 让自己变得富有更伟大或者更崇高的目标 因此你必须全心专注于心中那幅财富蓝图 而且将所有会令到你的愿景模糊 暗淡的事物彻底排除 有些人之所以贫穷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世上有属于他们的财富存在着 要教导这一类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由你亲身实践这个方法 而且获得财富给他们体力 另外有些人之所以贫穷 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出路存在 但是就耗日污漏 不肯花心思找到那条出路而且开始行动 对这些人而言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们面前 展现用正确的方法治富之后带来的喜悦 以此来激发他们的渴望 还有一些人之所以贫穷 是因为虽然他们对于自负法则有很多概念 但是世上铺天盖地的众多理论让他们迷惑 不知道应该依照哪一条路去走 他们试着融合使用各种系统 但是就没有一个人成功 对这些人而言 最好的方式 仍然是由你自己亲身实践这些方法 而且获得财富给他们看 因为再讲多的理论 都不如一致的实际 人可以为整个世界所做的最大贡献 就是让自己完整 如果你想为神和全人类服务 这样让自己自负就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了 不过前提是你必须是透过创造性 而不是竞争性的自负方式 另一件要说明的事是 我们认为这本书对针对自负的法则提供了最详细的说明 而如果这句话实属 这样你也不再需要阅读其他主题相同的书籍了 听起来可能有些狭隘和自负 但是请想一下 在数学中 除了加、减、成、除之外 没有其他计算的方式存在 两点之间只有一条最短的距离 同样要以科学的方式思考 也都只要一个方式 就是以可以找出同目标之间 最直接也都最简单的路径的方式去思考 而到目前为止 还未有人可以提出一个 比这本书所提出更简短 更容易明聊的系统 这套系统已经去无存清过了 因此 当你开始使用这套系统的时候 请先将其他系统摆在一边 先将那些系统完全从你的脑海中移除 每日要阅读这本书 随身攜带这本书 将整本书背重起来 同时不要再去思考其他的系统和理论 因为如果同时还思考其他的系统的话 脑中就会产生怀疑 不确定和犹疑 而这样将会令到你遭遇失败 当你达到目标 成功致富之后 就可以依你的喜好随意研究各种系统 另外 请让自己只是阅读正面的新闻 只是阅读那些和你心中蓝图协调一致的消息 千万不要沉溺在神之学 通灵术之旅的研究 或者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确实是存在 而且还距离你很近 但是就算是这样 也不要去骚扰他们 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够了 无论死去的人的灵魂会归向何处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要忙 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扰他们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也没有办法确知他们 是不是真的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 就算他们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又是不是有权佔用他的时间 无论死去的人 或者死后的世界是怎样 专心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自负 如果你的想法被那些神秘学所混淆 你的心中就会开始出现 反对这些法则的意见 而你的一切希望也都将因而破灭 以下是整理出这本书 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重点责要 世上有一种智慧体存在著 而万物都是由这个存在体所造成 当这个存在体处于原始状态的时候 可以渗透、穿入 而且充满宇宙中的所有空隙 这个智慧体中的任何一个思想 都会造就出那个思想所描绘之物 人可以在他的思想中塑造各种事物 而当人将他的思想 冥克至无形智慧体上面的时候 将可导致所想的事物的创造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由竞争性思维 转换到创造性思维 他需要在心中将想要得到的事物描绘清楚 而且直由必定要得到的不变决心 确信必定会得到的坚定信心 令到这个图像长留心中 同时也不要让心灵接收 会动摇他的决心 模糊他的愿景 淋识他的信心的任何事物 接下来 我们要开始了解一个人 要如何依尋法则来生活和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